感妆的满月 一直有小伙伴说 想看看我给真人化妆是什么样子 正好B站给我借了两个化妆品 于是就化给你们看看吧 是Luna的遮瑕和护达beauty的眼影盘 这个眼影盘里面自己也带了一个遮瑕膏 给你们看看我的眼睛吧 我也是一个肿眼皮 就是上眼皮脂肪比较多 眼睛真的再大一点 双眼皮就不见了 但是双眼皮呢还是有的 Luna的遮瑕还是蛮好用的 质地很轻薄 但是遮瑕的效果蛮好的 以前用过遮瑕膏 但是我的皮肤比较干不太适合 也用过其他的这种遮瑕液 但有的给我的感觉 就像是粉底液一样没什么乱用 但是这个Luna的还蛮不错的 然后开始化眼影 选一个颜色相对较浅一点的打底 感觉跟化娃娃的步骤差不多 就是在眼窝处疯狂晕染 眼窝就是那个一戳能戳出一个 一秒钟的双眼皮的地方 然后再选一个 比刚才那个颜色稍微深一点的 Secret 然后磨在我的双眼皮上 就是磨在双眼皮的位置 这个眼影还是蛮上色的 为了让我看起来白一点 我还怕光打得挺亮的 然后它这个最浅的颜色 居然还挺显色的 而且也不飞粉 再下眼皮也扫一些 其实我给自己化妆的补周 跟化娃娃差不多 但是平常我也懒也不怎么化妆 我是那种出门连眼影都不化的人 我是拿单反拍的还挺高清的 连我眼皮上的那一根毛毛灰尘 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但是自己的睫毛 怎么就看得不太清楚呢 我的睫毛真的很少很少 少到几乎没有 所以像我这种睫毛少的人 就必须要画那眼线了 那眼线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画的 像我有个朋友 他的睫毛就很浓密 看起来就像画了眼线一样 那这种人就只有眼尾画个尾巴就行了 那眼线是比较适合像我这种 睫毛比较稀少 或者说没有睫毛的人 其实我化妆就很一般 远远达不到美妆除了土的一种 但是最近流行的 画下睫毛这题我就会了 我是看着相机的屏幕画的 没有照着镜子画 所以下笔有点小心翼翼的 我习惯就是一开始先画短一点 然后呢再去延长 其实要画一个可爱的妆名 就画这几笔就够了 画太多了不是很日常 当然日常我人下睫毛都不可以画 所以呢反正是完嘛 我就多画了几次 眼头这里画多了 然后呢用这个小明星擦一擦 然后正好留下一点点印子 可以连接眼头和睫毛的地方 其实我刚收到化妆品的那天 我就练手画了一下 感觉练手的好像比这次录视频来好看一些 因为我没什么睫毛 所以我化妆从来都不画睫毛 就这样吧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 就给APP主义播三连吧 所以大家也能看出来